两只蜜猴悠闲地站在社区围栏上 整个区里就像是他们的地盘一样 到处爬爬噪 引来了许多民众前来为官 猴子猴子 大猴子 连经过了机车骑士转个弯 看到了两位猴兄在前 还以为是要收取过路费 赶紧停了下来 两只蜜猴把社区当作自己家到处跑 还以为这边是受伤国家公园内 但其实这边是高雄的前津区 与古山区有间距好一段距离 平时这边是看不到猴子的 让民众看的都表示相当惊奇 对我们这边算是第一次看到猴子在我们里内出现 这些受伤的在地援助户 好像已经把市区当作自己家的后花园 常常跑到里内跟居民打招呼 但也常常让民众吓了一大跳 原先是保育类的台湾猴猴 好像有些过于饱和蔓延到市区的现象 当天我们是打1999然后联络农业局来 请麻醉师来帮他麻醉然后捉捕 但是有两只先打到一只 然后另外一只就可能还在逃 毕竟是野生动物 所以也会担心说如果有他有什么样的动作 或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喂食动作 或是他有里面有带一些包包之类的 他可能会有抢夺的动作 寿山国家自然工人管理处 只有委托学术单位进行数量调查 猕猴数量有大约都维持在1300到1500只之间 并无数量增加 猕猴是群居性动物 且不会轻易到陌生环境生活 目前无法进入市区的猕猴为离群孤猴 市区民众若看到猕猴 请不要慌张或追寒猴 请拨打1999 农业局会紧述叛名无作 目前这对猴子兄弟已经逮捕异猴归案 但是目前还要一直在外面逍遥法外 提醒民众 如果来路上看到猕猴 不要过于靠近隐蔑时 并且联络农业局专人来处理 记者有川军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